中国即将开放边境 不过新冠确诊病例却节节攀升 各国严阵以待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 今天再次劝请民众 尤其是前线人员以及高风险群体 尽快接种两剂疫苗加强剂 除了接种疫苗 行动党国境区国会议员于立文 则建议政府对中国旅客 落实针对性防疫措施 包括必须完成接种疫苗 强制筛减 入境时检测呈阳性 就必须强制隔离七天 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恶化之际 准备开放边境 许久没有出国的中国民众 正将购买机票环游世界 明年预计会有930万名的中国旅客 前来我国 卫生总监诺西山 今天早上在脸书和推特发文表明 根据中国目前的疫情走势 即便我国的疫情趋缓受控 但卫生部强烈建议民众 尤其是前线人员和高风险群体 尽快接种加强剂疫苗 提高自身的保护力 截至目前只有49.8%符合资格的民众 接种了第一剂加强针 第二剂加强针的接种率更低 只有区区1.9% 世卫组织高度关注中国疫情大反弹的情况 日本 美国 意大利 韩国和印度 相继落实中国旅客防疫措施 卫生部前部长祖基菲里 也在推特发文 点出意大利米兰机场 有超过一半人数的中国旅客 检测呈阳性 我国不能忽视迎接中国旅客的风险 行动党古近区国会议员余立文 也促请政府严正看待中国疫情 考虑落实针对性防疫措施 他建议政府规定所有中国入境者 必须完成接种疫苗 至于我国承认哪一款疫苗 可以另外再商议 旅客也必须在入境前两天 接受聚合霉脸反应检测 入境时再接受抗原快筛检测 一旦结果呈阳性 就必须在指定的地点 强制隔离七天 至于国内的防疫措施 政府有必要加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列明加护病床使用率 同时强烈建议民众戴口罩 尤其是在室内和高度拥挤的地方 例如可能推高确诊病例的跨年活动 余立文不认同再次落实强制戴口罩令 但他认为政府必须让民众了解 戴口罩和接种加强剂的重要性 并且考虑购买辉瑞生产的二价疫苗 同时审核所有抗新冠肺炎药物 包括Paslavik和瑞德西韦 按照需求决定购买量 再分配到高风险地区 而新冠肺炎应对小组也要全面待命 余立文强调虽然落实这些措施相对艰难 却是非常重要的防疫措施 如此才能保护好国人 避免疫情反弹 同时稳住我国经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